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4日 之前呢就講過這個賓夕凡雅州那邊那個案件 最高法院就決定不受理 還有就是鮑威爾律師和林伍德律師 這個案件,聯邦最高法院統一這樣就決定不受理 當時阿里托和Thomas這兩位大法官 還有一個賭歌了 以3比6的票數不敵於沼澤的建制勢力 大家都想著沒有的了,這個司法已經淪陷了 都沒得搞的了 其後發生的事件呢 這件事是2月22日時候 那你跟著了,就有特朗普總統 過了一排之後,兩個星期左右 那就是保守派的那個演說裡面 有些人就說是當是國情之民的了 就是總統國情之民 很厲害啊 當中也講出很多深層次的問題 那退一百萬步這樣說 就是至少啊 他都會搞好那個選舉的問題 選舉這個問題呢 是不容不退讓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2022日2024 這些可以說是癡心妄想的 那至於你怎樣可以扭轉回整個 已經腐腦不堪的選舉制度呢? 而拜登呢 他是不是一個有實權的總統呢? 那我現在見到的就是呢 那些東西在拉拉扯扯 你說他完全有實權又好像不是 但是你說他完全沒有權的話呢 他有很多那些行政命令各樣的 就不停這樣在推出來 那那個文官體系 他仍然是會繼續執行他的指示的嘛 雖然有一些州呢 就決定啊 將他的那些裁決 作出申訴 例如德州那邊 就說他違憲 那之前啊 這個拜登 就跟你打針先 就說所有各州各地啊 都要可能戴多年半口罩 他說是不是啊? 就是你聽到就非常不開心的 那但是最近呢 又有很多的地方 不停這樣 就已經解禁的了 也就是他有沒有實權這件事呢 很值得相確啊 還是是 真的好像我們說頭 聯邦啊 就是那個州的權力啊 是可以非常之大 甚至乎啊 就是頂倒半邊天呢 互相抗衡 那我不知道啦 但是今天要說的呢 就是另一樣 詭異的事情啊 就是星期一的時候了 也就是3月1號發生的事情來的 不過在之前 又要講講了 我之前呢 弄了一張照片 大家看到最高法院附近啊 華盛頓州那邊 那邊 就有很多那些車隊 又有這個 堡塞的 即是交通擠塞的情況出現的 有些詭異的啊 那這裏不是 散播什麼陰謀論各樣啊 而是那裏啊 的而且確 晚上的時候 你幾可見到那邊塞車呢 對不對呢 晚上啊 很多人工幹嗎 不會的啊 同時之間在這件事之後啊 那你之前呢 最高法院 他就沒有評論的啊 只駁回 又將鮑威爾律師 那個阿里桑拿州 威斯康辛州 那邊的那些案件都駁回了 但是突然之間啊 突然間的啊 這個 最高法院 同意了啊 是同意了啊 阿里桑拿州那邊啊 針對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那個裁定的上訴 那整件事是怎樣呢 阿里桑拿州那裏啊 就有一個政策的 就是限制了那個 能夠接收郵寄選票 那些人 不要說限制啦 就是他是收窄了 那個任命範圍的 也就是說你要 有某些人設啊 啊 你才可以 接收那些選民的 郵遞選票 那如果啊 你是不符合這個資格的時候呢 你是無權 收受那些這樣的 郵寄選票的 就是說什麼呢 例如 阿里桑拿州那邊就 規定 一定要是 選舉office 我舉例的 是選舉office裡面 某些人 你才可以收 那個 接收 不是收受的 經常說收受利益 接收那個郵遞選票的 那如果你隨便 找了個清潔工 又或者是 找些人 就這樣扔下了 那個交收的過程啊 各樣的 那可能啊 那些票 就沒有交到去正確的人身上 也就是說那些郵遞選票的 認證上呢 是出現了問題的 因為如果 阿豬阿狗都收得的 遞上來就收的 那你不排除有些人走後門 那一雙雙票 這樣倒進去的嘛 還有阿里桑拿州那邊呢 他都劃分成很多個選區的 有很多個縣 這樣 美國很大的嘛 如果啊 那些選民 在沒有註冊到的選區那裏 投票的話呢 應該算是廢票的 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這次你知道了 很多人呢 是不跟規矩的嘛 那跟著呢 一票多頭又有 改票彈票又有 什麼都有 那這個原本呢 就是一個 挺好的政策來的 阿里桑拿州那邊的民主黨 是民主黨 在說的 之前呢 就告上法庭 然後啊 就由法庭那裏 就判定 這個這樣的 你不合選區 而作出投票 是會作廢票的這個議案 是歧視少數族裔的選民 違反了聯邦投票法案 違反了憲法 當時是這樣判的 還有剛才說的那個人設法 就是你要符合某些資格 你才可以收那個選票 郵寄那些啊 那這兩樣事情 他們都告了上去 然後就在說這件事呢 是違反了聯邦投票法 跟著啊 阿里桑拿州那邊 應該是那些共和黨員 啊 他們啊 就將這個case 上訴到聯邦法院那裏 那這個 這樣的case來講呢 吊詭之處就是啊 其實如果啊 受理這單案件 跟著有審的話呢 你聽下去都覺得合理啦 你如果錯選區的時候 又或者是 你收那個郵遞選票 那班人仔 不符資格的話 那理論上那些應該作廢票啊 很合理的事情 但是之前呢 民主黨就偷襲成功 啊 就取消了 就是在法院那裏勝訴啦 取消了這些這樣的法案 那所以之前 聯邦最高法院那裏呢 如果turn down了 特朗普總統的case 那跟著你審你這個議案 如果啊 你又 就是容許這個議案定數的時候呢 啊 那就變了互相矛盾了喔 因為之前呢 你可以拿回一些東西來講的嘛 啊 就是那班人 在那裏違規 違紀啊 那跟著啊 在那裏非法投票咯 那所以理論上呢 你是應該 連同這單case 一起turn down才是的嘛 但是啊 他那個法庭 啊 又重新審你回這件case 那可能啊 就是因為 共和黨最近 啊 開始搞這個選票的問題 你不單止是阿里桑拿州的 是全國各地啊 很多的共和黨 因為共和黨那些州議會呢 都叫幾大勢力的嘛 全國各地很多州啊 那州議會都是共和黨的 而那班人仔呢 其實你 隔著各地 他們提出了百幾項 限制這個投票權的措施的 那跟著那些所謂的 民權組織 那其實那班人呢 就是民主黨的打授啦 就說 這樣的時候 影響了那些 北人和西班牙裔的選民 那其實有沒有影響 你應該問回他們啊 而不是你講了就算的嘛 我說了 這樣 老子說了就算了 喂 他說就說影響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影響了呢 雖然知道特朗普總統啊 他是拿了很多西班牙裔啊 以及那些非裔的選票的 如果你今時今問回他們啊 退市 你那個什麼 黑命貴運動 各樣那些呢 是少數來的 反而 因為我見到特朗普總統 都有很多黑人支持者的 那你見到呢 共和黨班人 2022年都還要選的嘛 所以目前來說 都叫做 自身利益啦 自己個飯碗啊 所以終於啊 團結起來一致地 不停地提出這些選舉修訂了 民主黨那邊當然也會不停地反擊啦 所以你見到也有很多的訴訟 就假借西班牙裔啊 非裔啊 那些名義 那兩邊在那些叫什麼 陷戰啊 為什麼叫西班牙裔 因為他們那個 馬得吞是西班牙裔啊 其實就不是說由西班牙那邊來 南美洲以前呢 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來的嘛 所以那幫人呢 包括墨西哥啊 智利亞秘魯一帶呢 很多都是西班牙裔系的 還有啊 阿里桑拿州都是啦 比較偏南的州份來的嘛 所以他裡面呢 都是很多那些 講西班牙語的族裔的 甚至乎 直接是有些西班牙語的報紙的 那時候呢 那些聽證會 你聽到那些人 他講英文那時候 有些口音的 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那些consulence 比較多的時候呢 那些就應該是西班牙裔的了 還有你會察覺得到 他們用詞比較上是簡單的 我知道英文那些 是比較上難去describe到 那件事情的 那你說他們怎麼走進去的呢 因為美國都是移民大國的嘛 其實 和一些華裔的走去英國 那個情況差不多的 大家都是語言不通 那都是不斷地摸索 而西班牙語 和英文呢 都好些的 至少叫有相似之處 有些字就這樣借過去的 那說回這件事先 雖然你不知 那些人打完之後 就會不會勝訴 但是至少開了門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預期會有更加多的個案子 民主黨那些人都 如狼似虎 也都會一個按一個按 遞上去 不知道最高法院審不審得切 但是到最後 共和黨 你見到現在才會fightback的時候 會不會太遲呢 即是特朗普總統 這樣被他擾讓一輪 變相現在出現一個叫做 拜登亂證 的一個亂局 那你審議這些case的時候 都要時間的 但是民主黨怎麼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呢 因為名義上面不正確的嘛 喂你如果贏了的時候 那就是怎樣呢 你之前那些 又可不可以 推翻個result呢 有些人說癡心妄想 因為為什麼呢 你所有事情都已經塵埃落定了 那不是這樣說的 如果這麼多項目 你計算一下 真的有大範圍的 一些系統性拖漏出現的時候 那你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的嘛 例如彈劾了他下來 又甚至乎是重選 那你都會有那個ground在那裡 有那個mandate的 不過 你都可以說 可能再插多你一刀的 那就是什麼 他是受理你的案件了 然後判你敗訴 那樣的話 就開了個缺口 你百多單那些 這樣的修正案 那我弄了單來打擊你士氣 那2022年呢 繼續是民主黨的天下 繼續是他們老虎機仔的天下 繼續是他們狼中之物 嘩 不去猜了 因為現在最高法院那邊 那些神經刀來的 你不能說按道理呢 他們就應該這樣判的 因為那些傢伙都不講道理的 是不是這樣說的 那你就又看一下 這些這樣政治不正確的案件 以及那個媒體的評論 能不能夠越來越滲出來 如果有的話 那就翻盤在網了 好 今天講到這裡